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开始我们的Local Tour 全程我们都是坐这四驱车 和由贝加尔湖的车是同款的 现在是淡季,所以我们都是包团的 原来这六天,导游会煮饭给我们 他说现在要去超市买东西 这里就是我们的几个食物 他们还带了自己的厨具,煎厅,炉头,还有餐具 现在就离开市区向大漠出发 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到达了夫斯坦乐路国家公园 旁边还住了好几户传统的蒙古家庭 今晚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蒙古家庭设好的蒙古包里面 现在我们就去拜访第一个蒙古家庭 他们已经住在现代的建筑,不是住蒙古包了 一进屋,主人家已经准备了传统的奶茶给我们 还有牛油和面包 导游说即使不喜欢喝,都要喝光 因为这个是礼貌的一种 奶茶好好味,喝下去很舒服 暖暖的,咸咸的 奶味和茶味配合得刚好 一下子就喝光了 导游煮东西也好 不得咸,和奶茶一样 要吃清所有东西才叫做有礼貌 吃完饭之后,就驾车去夫斯坦乐路国家公园 主要是保护普氏野马而成立的保护区 普氏野马又叫做蒙古野马 是世界上僅存的野马 原产于蒙古国和中国新疆一带 全球圈养的只有三千多只 属于贫瘀绝肿动物 身形属于中等尺导 喜欢群居生活 一群大约6-15只 导游说我们今天很幸运 可以看到野马 平时很难看到 这是家庭特意帮我们做的 那些马肉就粗粗粗粗粗粗的 今晚我们就住这个蒙古包 蒙古包的外层是一些超厚 又防风又保暖的物料 里面的支架是用木条互相撑着形成的 但是大门就很低 都不够五尺 出入的时候,常常碰到头 室内就比我想象中大 可以放到四张床 一个茶几 有火炉又有洗手盘 但是可以看到蒙古包里面 是没有自来水 没有电 没有厕所 和没有浴室的 水就可以自备 而电呢 就是主人家为我们准备的 太阳能充电池 可以液着到一个灯蛋 和勉强可以给电话充电 去厕所 就要去外面的干厕了 要洗澡 回到湖南巴托的酒店才有 半夜的时候 男主人突然敲门进来 原来他想帮我们加燃料 而燃料是这里的干了的牛糞便 这些烟 烟就会经过烟通 走到蒙古包外面 因为火炉 只能放八成满的燃料 两个钟就烧光了 之后又要再加 先放入屎 放入屎 吃完饭之后就坐在蒙古包外面 欣赏这么漂亮的夜景 在大漠的地方 晚上基本上都是黑到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想不到月光是这么光 很勉强才能看到星星 但是银河就看不到 好了 早餐是个导游拿进来给我们的 我们吃完之后就和这个家庭说再见 之后我们就出发去光显子 如果你想拍照片 如果你想停下来 请告诉我们 好的 这个就是包团的好处了 拿着马路 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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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 哇 原来这里全部都是蒙古食物 原来这里的鸡肉 是比其他的贵一点的 看下个小朋友的面 爆炸爆得多重要 吃完午餐之后 就继续行程 光显子 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 在1586年的时候 建了第一座 之后就慢慢建了十多座 但是后来因为种族内斗 而受到破坏 还经历过两次重建 而鼎盛的时期 曾经有高达 62座建筑物 那么多 而现在四周的围场上 就有108座白色佛塔 转转地围着整个庙 好壮观的 转经筒上 全部都刻有六字大明咒 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篇内藏经文 要顺时针转 这三座是庙中最重要的建筑物 里面放了很多不同种类型的贡品 其中有一种贡品 是用羊脂肪搓成的 好像有些花塔 人形公仔 大约8吋高 已经放了100年以上 真是很神奇 它是一点都没有烂 可惜里面不让拍照了 还可以看到光纤纸 是遍布着 用繁文和藏文写成的六字大明咒 比拉庙其实是蒙古国里面 极少数纯葬式的建筑物 参观光纤纸 参观光纤纸 我们就去今晚住的蒙古包 GAS HOUSE 今晚我们把整个GAS HOUSE 因为只有我们一团客 开始下雪了 连月亮都蒙茶茶 今晚不用看星星了 黄昏 黄昏 在GAS HOUSE 外面 看到一大群牛 一只跟着一只 好悠闲地走回家 今晚是第二晚住蒙古包 这里是今晚住的游客房 这里是干厕 有狗狗呀 狗狗吃完东西啦 过了蛋朋友 让你摸它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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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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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都是导游拿进蒙古包给我们的 可能太早吃饭了 几个小时后 又肚子饿了 这个用热水冲就可以了 但是味道真的接受不到 像噗奶味一樣 今晚下大雪,不用看星星了 還是早點睡吧 明天我們去一個很出名的瀑布 好像要坐很久的車